大家好,我是妙招姐 冬天到了,现在市面上的羽绒服款式多样,五花八门 质量也参差不齐 那么今天,妙招姐就来教大家几个挑选羽绒服的小技巧 挑选羽绒服的时候 第一,我们要先看它的标签 标签上主要看这三个信息 填充物,充容量,含容量 妙招姐手上这件羽绒服的填充物是灰鸭绒 充容量是120克,含容量是9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羽绒服的填充物主要分为鸭绒和鹅绒 鹅绒的保暖性要好于鸭绒 鸭绒又分为白鸭绒和灰鸭绒 它们除了颜色不一样,保暖性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同样,鹅绒也分为白鹅绒和灰鹅绒 它们也是除了颜色不同以外,保暖性是没有差别的 充容量120克 这个指的是,这件羽绒服一共用了120克的羽绒 含容量90%指的是 120克羽绒里面90%是绒毛 还有10%是毛片 在衣服大小,充容量克数一样的情况下 绒毛含量越高就越保暖 毛片保暖性是远不如绒毛的 市场上一般好一点的羽绒服,绒毛含量都是90%,差一点的一般是70%和80% 第二,我们用手掌按压羽绒服主体部分,然后迅速收回 羽绒服能快速恢复原状的,说明羽绒比较蓬松,保暖效果会比较好 而要是很久才恢复原状的,说明羽绒的质量较差 保暖性能也就一般了 第三,我们用两根手指捏住羽绒服充容部分 反复捏几下 看是否能摸到一些细微的毛梗 好的羽绒服,毛梗是很细微的 如果摸到的毛梗比较大比较硬 就说明这件羽绒服的毛片占比比较高 那要是一点毛梗都摸不出来 很有可能里面填充的就不是羽绒了 第四,我们用手揉搓几下羽绒服缝线的部分 看线的周围有没有羽绒钻出来 没有的话,就说明羽绒服的防钻绒性做得不错 质量比较好 而要是有羽绒钻出来 就说明羽绒服的防钻绒性比较差 这种就不建议购买了 那之前妙招姐还和大家分享过 羽绒服的正确清洗方法 和冬天各种厚衣服最省空间的蝶法 大家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妙招姐 然后关注后回复 洗羽绒服和蝶衣服就能看到哦 除此之外,大家关注妙招姐 还可以看到400多个 实用有趣,省钱省店 编费为宝和各种手机技巧的小妙招 要是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